多乐故事 漏水了 妈妈来到了厨房 大叫一声 哎呀 崽子和爸爸走了过来 这是怎么了 水池堵住了 怎么办呢 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堵起来了呀 不知道啊 我一会儿还要出门买东西呢 这可怎么办呢 妈妈 交给我们吧 你们行吗 没问题 说完 妈妈就走了 留下了崽子和爸爸 在修理水池 厨房里 到处都是水 崽子和爸爸 越修越糟糕 哦爸爸 怎么办呢 全是水 别急别急 我想想办法 崽崽看着爸爸 这边弄弄 那边羞羞的 可是厨房里 还是一团糟 这时 妈妈走了过来 崽崽和爸爸 不好意思的 看了看妈妈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我们 我们 你们怎么弄得越来越糟糕啊 妈妈对不起 你们看看你们弄的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妈妈很快的 就把水池给修理好了 妈妈手里 拿了个剩菜叶 那是什么呀 恶心死了 崽崽 是不是你又把剩菜剩饭倒到水池里了 我以为能冲走呢 当然不能冲走了 不然需要垃圾桶做什么呢 对呀 厨房的垃圾 要是都倒到下水道里 会堵住水管的 而且 还会增加污水处理的难度 你不知道吗 爸爸妈妈 我知道错了 以后 不可以把剩菜剩饭倒到水池里了 我懂了 以后 我再也不乱扔垃圾了 崽崽把垃圾倒进了垃圾箱 爸爸和妈妈来到了崽崽的身边 儿子真棒 是啊 都不乱丢垃圾了 哈哈 以后倒垃圾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太好了 儿子长大了 呵呵 不愧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从那之后 崽崽再也没有乱丢垃圾的坏习惯了 儿子长大了 感谢观看